不关者 李浩阳 我呢 给您学多这一段评书 评书咱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东汉末年 你看有来过的观众 之前咱们说过展话语 今天这段是接着那段说 往前勾一点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 皇陵二帝无打 讲的是民主聊生 有戏良此时 董卓忠明 进京新邦 董卓这个人 就安云无打 他来到洛阳城之后 首先做了同一件事 把少帝鱼变回肺 把他一个卡成 他刚才往上肺 你想多大事 肺王不算完 还用镇酒 把少帝给堵死 堵死之后 他与陈国王流邪 为县帝 这就是咱们说汉县帝 流邪 就是他 董卓呢 自封向无 太师之神 董卓这个人 咱们说句文言吧 退不是人 都有多不是人 刚才说 把不是人坐车上 退不是人 给不是人撒把盐 他后不是人 不是人拍门叫他妈 不是人到家了 怎么呢 他西凉的人 西凉是哪边的 咱现在不说了 反正就是西凉部 那是那边的人 来到京城之后 河南作营 当时是帝都 他来这什么部没见 手下这帮人 一看一看都 那是帝都 这么繁华呀 人家吃了喝的 他都有点 那大姑娘小媳妇 够一趟西凉的 长个字 你想那边 剑签拿红拍着脸上 好嘞 河南 这个地子 一个个多水 这帮人 就红了扭了 就跟撒个江的野斗式 来到洛阳城 叫烧杀 顺略监金妇女 见过这姑娘 长得好看 这帮人 就被人监督 见过什么东西好 过来就抢 而且呢 还乱杀无婚 每天就在这街上 到处的巡逻 说是巡逻 实际上找个字 等着 带着这帮人马 大街上就 走着走着看着 这人长得 你看 他长得怎么那么憋怒 他怎么有鼻子 谁没鼻子 就因为有鼻子 拔出配件 就把人给宰了 你就因为随便杀人 没有人就是要宰人 而且董卓呢 见天叫夜宿龙床 金银宫女 他每天晚上 他从皇上那床上睡 在皇宫里边看 那宫人长得不错 拉过来就让人士气 对上朝廷里边 百官 没有人敢去生透 董卓 为什么呀 人马过二位节 他有一员得利的大将 谁呀 干了个奔喉尔风 奉献 您各位就小时候 咱们都知道啊 那么一旅二照三点碑 四官都马路张碑 这三国这鼓励排行 一步第一 有人 有人贯三军 没人敢访他 老百姓都 百姓们恨不得是 食其肉 寝其皮 什么意思 一口一口把董博咬不死 把他这皮拔下来当背部盖 都不解恨 这样 才有当前文初说 十八镇诸侯联盟 讨伐董博 十八镇诸侯 总督盟主 就是 袁绍 袁本初 原本初啊 带着这帮人马 从一战打哪儿 兵发四水关 到四水关这儿 总算两倍 四水关首将华雄 太厉害了 钱克正印 森金斯文财 这华雄打败了 打败之后 连派了好几元战将 去会战华雄 没一个人活着 最后有关语关中长 请令出征 咱可说清楚关语啊 这伙子他不是将军 他是什么职位 叫马宫手 什么意思 县衙路里边马队的头头 按咱们现在话说 就是一保安队长 这十八镇诸侯头 那都是 省长以上的大 让华雄给杀得跟血瓜似的 得让这迷广安队长去打华雄 结果关语真走脸 焦马一鹤当着华雄 回来之后 自己提着人头 回到这儿 攻往这儿一站 寒假 大门一看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啊 这马宫手行啊 哎呀 哎呀 袁绍也做 很有志 他这么厉害啊 他这么厉害啊 这身边写上的旁边有一个人 可坐不住 谁呀 三将军张辉张义德 张义德 一看自己二哥提着人头回来 喊了他 那是又蹦又跳又说又笑 张义德 张义德 直呼了一个大嗓门啊 哎 我说 你们看啊 我二哥都敢华雄 你们还要安心 愿二哥喝酒吗 这医生喊 十八镇之后 大多年人都忘了 咱们 我们不行了 让这么一个小俗出战 回来之后 本来也就晃不住 今儿好家伙 您还给他量着 您还给他宣传 大和这和一下就顶上来 这会儿有一个人 不高兴 一拍一刷 咚 好大谈 两区区小沟静 好小大仗 胡关征河南 咳 哎 与摸摸棍 打出 谁呀 原上情地 原树 原公共 原公共 比他哥哥这个人性还刺 男前边说 孙坚孙门台先打四水冠 为什么办 就因为原树 就因为原树 不给人扒冷 为什么呀 他怕孙坚 把四水冠拿下来之后 这叫同一件战功 他怕人家 抢这功能 给人使坏 我这么句话 咱们都知道啊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对护 你队友给你使棒子 这好了 今儿也是 今儿 原树本来想着 就不打了吧 你这都打不过 华主 咱 够挂点战牌 挂着点战牌 咱们等严调混 走回来 咱们一把那时候 各个的人 这立这大公司 他们的 没想到今儿派一小族 这小族把华主宰了 宰了之后 本来就纳闷 这怎么看得好 旁边张飞奔这儿 还让人 你想他身体 心里边轰上来 让胡奔真 把张飞打 那哪能光感张飞 连关云长一块 都得给轰出去 这会儿张飞官一听 一听这话都火了 张飞这脾气 不是人脾气 一听咱咱 他个家伙 我胳膊立了 我们还要把我们打出去 对 你也是黑人 知道他是谁 就重新问他 你是你 好大胆的小族 你 什么 我 我是总督良官 砰 总督良官 要是没有你 那分分才能败吗 一句话 本来都是这客户 这下人数啊 这脑袖修成功 这 你 谁说你们没有啊 你 这 胡奔君给我打出去 哎 叫人就没打 胡奔君 躺下了 拿着棍子就出来 哎呀 刚咬了啊 有人过来玩 谁也不是别人 曹操曹梦 哎 公公 可必如此呢 你看 这 这关军城 出一张跨行李公务 我傻 我应付 啥呀 这 这 这 你 你 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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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 你 你 你怎么替那小族说话 啊 你要替那小族 行 怎么咱俩这么些年交情到这儿了啊 我原处不干什么草骨我不干我家伙我回见你呗 要走 早点就拿着买严股 且慢就 这样 咱们 看在 昆云城 刀转滑船的本上 罚 就别罚 赏 咱也不能是 背上了 因为张役得叫 咆哮大仗 十七旅 五十四站里边有这一条蛋斑放了这 拉出院门掌了 工作行 你咱得扔了行吗 咱俩俩俩 那就一梦格此阳吧 在座的朱头已经黑了 曹操后这份 怎么呢 这条过端 就是因为元术起来 今儿说这句话 要把元术给安抚住了 曹操后 回过头来右路队 关于张彼刘备 过三位 今天晚上 我再给我的大腔舌下 与三位赫攻 扎死我 扎死我的朱后 尼切克 心思在这儿暗地 大只好 曹操 高 这叫知人善用 俗话说的 要英雄不问出处 在这三位 只有游卫和汉士中心 这还是巴根子 躺着 这官军长卖草的 张飞杀租的 不问出处 还能广代他们唯一的重任 曹梦泽 头份 十八人 诸侯这儿 咱们暗信不说 赛书四水关 四水关的藏兵拜将 拜回官里边 官里还有一人谁呀 叫李肃 这李肃是谁 邓卓首相 一名谋使 李肃 干了什么大事 什么功劳 有一件 唯独一件功劳 叫什么 溃金诸 李肃睡不 是李肃 把李肃 给招到 董卓下 可就这么一件事 李肃 李肃余接着干报名 什么 什么 花熊死了 哎呀 当时他跟太师面前讨了令的时候 自信满满 这 死 他死了 那 我怎么办 啊 嘿嘿嘿嘿嘿嘿 干净 传下音 他们由情 驾气回报到洛阳 给太师送信 赶紧派人 由手底人快马如飞来到洛阳城送信 洛阳城里面董卓干什么呢 白天喝 发一声跳 董卓也不跳 他不会跳 他开始不跳 坐在这农村岸上 这儿跟着酒 吃着菜 底下弄几个小姑娘跟那儿跳舞 他跟这儿看心里边美啊 见天这样不意嘲笑 今儿晚上 这家籍的文书到了 他就跟这儿 搂着这姑娘 玩什么 接着这一战报拿走一头 华群 这战报写得清楚 华群 背着赤面长展使青龙刀坐下 回彪 把他干将交马一横 与李文军阵前的实力大 华群 是董卓手下出的鬼故 最明的人 他被载了这四水温 你看竟要是什么 这怎么办呢 看着这封战表他也没心思玩了 把管里边这雅姑娘往外一推 教肯定一个人去房间下去 把李德多斯 张迪凡仇 还有李儒 跟我儿子都给我找来 不多一时这几个人都坐在了 董卓把这宴席都撤了 往这庄外的医宿 这帮人来了 拿着这战友 往下去折 看看吧 大伙大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说 咱们了 喝酒没喝出 谁也都害怕 为什么 董卓他不是人比较 你不知道怎么着 他就把你咋了 只有李儒 炸着档子 往前走了几步 把这战友打开 一看 哎呀 炭就笑 大伙子 你看李儒 什么法 你看那什么呢 吕布过了一把 独长了 没到为了 为什么 他有活 吕布吕凤千 不怕这 谁撒的都没关系 我一去就把他撒了 这 哎呀 吕 吕 这些人将传绝一遍 董卓作在帅暗战之后 面子 吕 你们说怎么办 啊 叫怎么办 一看曾就打到洛阳城 如何是 大伙心里边都不白说 听说 您要打过了 那就打呗没别犯了 但这不说的啊 吕布多多就 对 打谁不知道 怎么打呀 这十八人不靠多是怎么打呀 我这儿还多人呢 大伙儿 大伙儿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还得你 遭伤 赶紧 小伙儿 我有遗迹 合体 是这样啊 您看 现在四水关没有人镇神 咱们首先 先得守住四水关 为什么呢 因为四水关是洛阳唯一的冲户 没有四水关咱们只能跟洛阳同死 你也先派人守住四水关 然后 只能是御驾亲征 御驾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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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您带大伙儿 亲征 老官 韩国 来 传令下去 嗨 当时说的话 比如一般来 还有一件大事 何事 现在的洛阳城中有一个人 您必须先得赞多 谁啊 就是元少元本出的书 元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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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里边那是太贵之子 他这侄子元少元本出 坦凡他要打到洛阳城 要你一坏蛇咱们也有话 还不上去 对 那我这就传令下去 把元葵踩过去 一坏蛇咱们也有话 光咱们他一向很不平 但一米之间 一家三百多口 刀刀不差劲 要把人一家三百多口全给宰了 总终一听 行啊 这绝部主义也就你出的出来 您出这主义也不怕生还没点 那我媳妇不是您闺女吗 这是实话 李如是葡萄的波影 行 就喜欢你专业 来 李决巫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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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去包围园 把他们当刀甘心事认识证诸军 当然 李军公司带着屋还刀刺杀 还带着自己的丹尔子 女奉献和自己这姑娘的屋 是浩荡荡荡 并发老 十八镇诸侯这儿 袁绍衣接着报道 说自己亲叔叔 让董卢成为两个王 一家没一个活着 文宝之后 袁绍是大管理 哭完了之后 他也想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董卓派大兵兵发老 我现在是两条大调 从此是关键调 打好老管 怎么办 袁绍这人没主意 您看后文书 曹操说袁绍叫浩荣无端 什么意思 出独一条 咱们发叫好积粮 这么大 哎 要不这么大 有积粮 无端 出这些族也它没一个 它能实行 就是说这些族也都出多了之后 它就纠结了 是吧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后边还有一句最重要的题 叫干大事牺牲 见小力亡命 你跟他说点正常 诶 刚才 这样 咱们俩投钱做这买卖 这买卖 您投多少多少钱 您看这个 张鹏头跟这 咱们放错证 不赔钱 这大事 你让他拿个离 看他得琢磨 哎呀 我出这么些钱 他也出不动心 行吗 他就喊了 见小力亡命 唯一蹦 都是能跟人动刀 就这位人性 您说好得了 他没主意 所以传下定了令 打活人马 又来个农军打仗 自己做的帅啊 拿着这帐篷 就跟他们要进 都来 您看 现在啊 有张包在此 董卢老德 兵分了 咱们应该如何是好啊 问了几分 无人答应 不能说 您是元帅 您没主意 我们 再说话呢 叫斗鸡 我们先听您 您说完之后 我们家里指证 或者呢 给您提一点 喜的建议 其实元少为主意 所以才求大了 一问两问 不认答言 还得是找曹孟德 孟德 您一看 应该如何呀 曹孟德 你看 叶龙喊一下 长长 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我说啊 这个董卢不是兵分两路 咱们也兵分两路 你先派一位大将 带着元帮先去打四十关 一定要把四十关打下来 然后咱们再派一半元帮兵霸牢 两路加工 孟德不财 在元帅面前 唐一令 我要为两路接应时 哪一路接应和道 可令 经理法主治 什么意思 曹孟德要自己 申请自己 当两路接应时 这两路人买 两边打仗 哪边不行了 他去接应哪边 元少为 他好 还是孟德 他说呀 孙监听令 拿起一只大令 孙监 命运带公 绑部人马 去兵法四十关 对 孙监孙文台 带着自己十万江湖儿囊 兵法四十关 又拿起一只大令 公孙赞听令 北平太守公孙赞 前代 命运带七名诸侯的肉马 兵法老 得令 传王的将领 传王的将领 兵 我们不说孙监 单说公孙赞 公孙赞带七名诸侯 命了王空回全国政 先带着一万精兵来 虎劳关前三十年 安营查战 先行官 看什么用 就是先探到 遇上敌人就啥 没有敌人呢 探得到 好 刚来到虎劳关前 还没安好盈寨呢 就有消息 进账报报 现实官 怎么了 现实官 就掃现了 再来马战 好快 马战 刚来就 行行行 传令下去 列阵相迎 这一万人马列好的阵 忙忙 坐在马上一看就 呵 老乖 怎么就列好了 二屋出水市 正当中有立场 大稻奇 虎劳金顶是白火样 正当中 这月光里 这儿秀着一个女子 这边是彼此常德镇 这边是二龙出水镇 就在座督其体现 有一员斩将叫岳舞扬威 哎呀 叫过这一个小叫 这人是谁呀 他就是奔劳武部 哎呀 就见了一步 头上边 带着几名三刹子金树 马昏 炙子铃 微微差 看见包 少年的英俊 芙蓉铭 红杖袄 那是穿紧钻 煞秀 画的这些鲜艺 亮眼看给猛晶片 吞口的寿念 这挂灵魂 十万弹 再 腰宫拳 掐紧鞭 走金线 镶线 霸佛 铐线 宝丢 独猪 画下 射手 千瓦 登山射 水如闪电 少许 画了 方天吟 是令人心惊 魂扑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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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这演讲 行呀 这么悲欢 一下子心里边的害怕 没有事情 这头一让你 要心俗 这一下子 准那一把 听他褲竹 这么黑 看 这么英雄 心里边打鼓 这这这这 行吗 怎么 那位将军出战旅故啊 四下一问 木将军王 原将 翠了摇枪 就冲过去了 谁呀 手下的大将就 芳玉 摧垮什么 您掌中这根枪 这枪啊 您看不像是 这京剧的 一室枪这个 后边的枪 有这么些 人那是为了 才效果好看 真正马上 这手柄 攥着这枪 往前 凝着出 催化 就把 凝着这个枪 就冲雨步过来 雨步没躲了 搓着方天几 也看 这人是谁呀 这马跑得挺欢 这枪糊的也挺欢 来到津强正以喊 古城啊 怎么呢 这原将这马就先搜了 喂 吕布 化作这是赤子 先知寿 马中之王啊 他跟这打着响根呢 这就上榜了闲似的 咱要开车啊 给油门给足楼 嗯 这事儿 这这赤子马 打着响根 呵呵 一打这响根 方圆这马就害怕了 咱们呢 认识是 呦 一看好家伙 赤兔 我的妈 这是我大哥呀 我们马这踏着头吧 这马跑到进前就要先不敢跑了 这刚才呀 斯提帆给卡打了 还坐好 来到进前呀 挂他人挂他人挂他人 挂他人 敢溜达 方圆说这这枪还不呢 哎呀 你跑啊 哼 跑 这洞里边一使劲 双足点 你瞪邓科会有章 按坐这马就应该过去了 当里边一夹这马 就说你夹死我 我也不能过去 哈哈哈哈 这是出路 哈哈哈哈 骂你骂我的老婆 我要去准死啊 哎呀 这 我这 哎呀 没辙子 方圆 把这枪横过来 拿这枪攒 往这马这三岔 不就是屁股人给出 我去 吐 啊 把这马屁股给出过 这马吃生不过 打了 他想着 现了 一下 这两只前天抬起来了 抬起来之后 你看好 我去你而是死了 不去你而是死了 不去你 童死我 得了 我死我也得拉着你 我今儿活不了 你也活不了 哈哈哈哈 上吧 啊 这马就凑着驴股过着 驴股你看扫下了 刚才都看明白了 您那马不走 你拿这枪管杵人屁股 哎呀 您这招老的 来到近前了 方圆一拓掌握住这些 来见通明了 撞着驴股 这让人 恐惧到了极点 变成了愤怒 哈哈哈哈 这就实话 您看吓得 害怕 您一吓得 这 行了 这害怕 但最后 吓得最后就骂一样 你弄死我 喂 我不 我跟你捧命 转着害怕 风月经儿也很弱样 害人怕 腰也笑 我杀了你 通明 吕不一看 你都疯了 还通明 行吗 把这掌公的方天忆 往前一架 持着架势 叫你单奉朝阳 说的是 我乃温喉 不 说完这句话 他可不动 为了你 吕不 很有自信 人家 但凡大家让你先住手 我一拂头准赢你 就有见面无人的同来 这风月摇这枪过来吧 来到进前 这枪往前一出 完 啪 一枪 一枪扯 换着这 吕不面门就过来 吕不都不躲啊 卖上来 这枪一了歪斜的 不躲你都扎不着我 行 我又不躲 来到面门 这眼看看 从哪跟台子插着去 这几不是登奉朝阳吗 一下枪把一台后把 冲着方月前心就过来 方月躲不了了 吕 来一穿张多了 这大枪前面这枪这么长 全都穿进去了 插进去之后 方月这枪也丢了 不动 随后 再一压后把台前把 这枪往称一划 把方月给舔不下来 一招马一划 这一击就把方月给舔了 方月这枪马呢 跑过去了 跑过去了 这俩人打架了 尤其这战友 两个马转 来回跑 来回跑 这叫以为何 赤兔马没动地儿 这马呀 往过一绕 行 你死了吧 你早该死了 我看你你不听了 我去跑了 这马没有人去 自己把马都学会了 赤兔马 哼 行啊 你把他弄死了 我能不弄死你吗 这赤兔马想着打着上脸 吕布一看 一三 这马招你了呀 那他上吧 一举掌兵中的方子 这一划 这一划 这秘书 杀 带着人马就杀 好家伙 王匡啊 看一马眼啊 跟这边一看好家伙 方月交马一河 让吕布给跳下来了 我跑了 吕布 跟着方月这马 王匡也摆着 这吕布 追着 追着这王匡跑啊 追来追去追去追来 王匡 就说 你别追我呀 我不打你了 我跑还不行了 追到哪儿啊 追着公孙在这儿 不跑了 为什么呀 吕布 人不追啊 这同学这儿 我把你赢了 你看你有缘不冷 我就不追你了 行 不跑 人家胡老板那边 收费回营了 人家 这社外言言要 咱们不说 这王匡啊 让人追得跟血瓜似 实际上就死了一个人 往回败的时候 吕布这边的人马 粘着赶下 那就死上无数 回到大营之后 公孙但 听出怎么着 忙碰败回来的 接见吧 把这王匡叫进大仗 看这王匡这会惨了 哪点也没亏了 身上这甲呀 也折了一半 这后边这蒸桃啊 也撕了 这满脸呀 都是自你实际上 这自己做的 为什么呀 就被跟这公孙咱们 我也打了 别了 我也买力去听他们 我这么忙呗 知道吗 忙分孙咱们免贤一会儿 你得没有我错了 别哭别哭 咋门了 吕布 吕布太勇了 吕布太勇了 你如果他这么多勇 他真的把我首相大将方月给打死了 打死之后啊 我冲闸一下了 我说我这枚方月报道 我没想到啊 我跟他交马三万多个回合 那他也是个怂人啊 可能我这马嫂 这甭提纳了 甭提纳了 甭想说啊 你不败了吗 这明儿端再打吧 把这个王邝给打扮回去 这中军仗里边这七战诸侯 我心里边不高兴 这王邝就不行了 您是先行官 头一让 让人载您一个人 您就全回来了 才吹嘘 说你不怎么用怎么用 嘿呀 这不是罚自己的事情吗 有打的心里边都不服 公孙赞也不服啊 就赶到第二天早上 天刚放晴 公孙赞刚起床 正要说咱们怎么打呢 小小又过来吧 小又过来吧 吕嘘在外骂战 又来 带官人呢 带官新清军 才不关上 咱这二十八 怕他打死 列阳的阵 列了一个普方阵 再看吕嘘这边 人还是二龙出水阵 坐不起底座 倒托着这方天底 往那夜战 特别越狡扬威 这几尊朱宏来得更前一看就 王皇看来说得有点真话 这领布这么领 看着就不一般 那真是人中五步马中赤兔 哪位将军愿去呀 木将军完了 又有一个人讨厌谁呀 木顺 木顺是谁呀 上当太守张阳 手里去这人大将木顺 跨甲马掌宗一口大灯 两军阵前才也有几何云战 木将军 多加相信 得力 木顺催跨甲 捂着掌宗这口刀就落下了 来到两军阵前有过还没催吗 也是在那等着 那天怎么挑的方月 今儿怎么挡着木顺 来到镇前木顺这马呀 王座赶 一样 赶到一半 这马也不跑 怎么呢 总是对了 这马跑回来了 我跟这马说了 那边有赤兔啊 兄弟您可留神啊 咱别去吧 这马不行 你一个人是赤兔 我还这样欲 今儿来这几天一看 就我都没跳了 这赤兔啊 这马呀 也不敢再往前走 嘎嘚嘚嘚嘚嘚嘚 这木顺也纳闷 心说这怎么回事啊 你快点 快点 连催的几下这样啊 还是比人方月那个 好多一点是吧 心说 你要死我没人你死 咱们够着我交给 死去亮澡 分飞 就冲过去了 来到武顺面前 聪明报秀 木顺真有几何预战 跟吕布交马森子 被吕布这马鸡使得一周 这大伙 交马三河里 几批木顺 石滑镇出独家一看 哟啊 哈家伙 王方没瞎说啊 这方元一和 木顺三河谁还打得去 大伙心里边敌咕 有一员将没等着 太厉害了 高贺一声 我让你动 看这人家夸家这匹马 是一匹大青马 手里边是一对冰铁压油锥 这锤子有多大 这锅子把马这么大 咱就说这锤头这么大 好像这马往前把这锤油荒 两个人一起撞 咔咔咔咔 这锤子 这人谁 大锤匠 弯锣 吕布啊 披露木顺 在那儿还挡着 一看又过了一会儿 好家伙手里边拿俩锤 还在那儿挑 咔咔咔咔 你这是给你爸爸打罗罗呢 没事 你给他们打罗打翻 今儿你也得再带 这五官国催马过来呀 有那么句话叫锤棍之量 不能利息 为人使锤使棍 利免他 吕布也明白 今儿一看行 你过来 来到镜前 五官国一看 吕布 你特意的小看我 我来到镜前了 你催马呀 你催马呀 还不催 不催他就往到镜前了 你看你不催 我砸死你 这右手锤 又不快跟你说啊 锤子还不算是 冲着吕布砸下来了 吕布一片片 让过他这锤 让过他这右手锤 他这左手锤 横锁前军 滑过来 吕布一侧身 又让过这锤 连让两锤 沐顺这马 可就跟顶部这马呀 考虑一个叫马 从香马了 这已经过去了 赶沐顺一过去 这一步呀 一横掌上这风天脸 往后一扬 哗 这一下 骑着霍伯 把脑袋就给消了 好家伙 这吴王国还躺着呢 躺着躺着一下 一天黑了 谁已经看了啊 没脑袋 脑袋在地呢 得了一股气死了 哎呀死了 死了之后 十八个不够这 人马都就吓坏了 好家伙 吴王国死了 沐顺死了 咱怎么办 咱打不打 谁打 心里边没腹啊 你不一看 沙俩也不瞧了 你们这边不害了吗 不派我来吧 才是那天那样 一举这风天脸 往前一挖 带着人马就杀着 人家就震脚一边 这几只诸侯一看 没办法则打着 好几万人打呀 就厮杀成一块 杀着杀着 女父看着一人 就见这人家 齐备祖白 头上这 带着一颗白盔 这白盔顶上 有这么一根 黄色的毛 这人像手里边 使得是一颗金顶早凉手 什么叫金顶早凉拨 就是这个 以枪宽 他这头是颜 能砸着金顶早凉手 一看这人是谁 脑袋带着盔叫帅子盔 黄问 他是个当元帅 我过去想问他他是谁 他要是大头啊 我把他撒了 当给他一头退 想到这儿 崔子也跨下赤头 就过来 来到金顶里就包括了一声 来江通名 这人家谁 本一听他一声公孙赞 公孙赞正在这儿杀着大家 怕谁来谁啊 吕布 我是公孙赞 我唱个声儿了 吕布卿说 你是公孙赞 就是你带人来的 我得了哪劲 你在这儿吧 想到这儿 吕布一功名 我是个吕布 咋一帅 冲着公孙赞就过了 那公孙赞 这吕布 怎么呢 跟吕布 接着一来一回 交往八河 这也是吕着劲 拖着死去的 咱得说吕布 给他留着藏灵呢 不能跟杀前几位似的 这一朝一乐 今儿我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耐 他能带兵来拔了 这来回几何过去 跟孙赞 手一盒的死都不堵住 他越来越沉 都快弄不动了 一看 德老婆黄打过帕子 敢再交过马去 交过马 他得学回马头再打呀 公孙赞 不学回马头 直接催着这笔白马去爬子 吕布 吕布 没动静 喂 吕布 这人好心 喂 今儿我得想着想着 我这赤出烟之后 什么叫牵着你马 比你们那么强 让你先走 你跑多远 我这马都能打着争 就等这公随道跑来 有请箭地 咱们叫请箭地 拉钢射箭 拉索龙射箭 拉索龙射箭过去 这算一箭 跑出了几箭地 这一步一看 行 嗯 够样了 就这儿吧 想到这儿这一步 双足点 邓轮飞在这一步赤出烟之上 打了个响灯 往前一抬的潜艇 噔 什么响啊 马脖子上的魏零 紫禁魏零一响这批车 哈哈哈哈 这都不是跑 就是一团同学 没一会儿的梦子就赶到公孙子 这女工也敢行精 你在这儿吧 这神秘挺给大话一说的 这话 臭公孙咋后心就蹭过了 眼看还有这么一头刺四的距离 就要听见旁边有个人大叫一声 对 三姓家蒙 修成钢条 三将军 赞牙层 打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把旁边挂去一下子 喝飞 打 这也就是旅步 是别人的挂机早就撒小了 这赤子的胭脂兽也感觉到一气大了 噔噔噔 往后退了底部 绿木一泪麻钢 呃 呃 呃 回火头里一看 嗯 就见这人家 那是暴头完颜 免不认识 黑中头亮亮 公头黑 下渣渣渣 一部黑钢人 犹如钢针下死 剑子头戴一推 二人到我公英庭了 这些我额上去 罢了那是龙多死黑 挂了一声 吃黑死的大爷 人管长内 这嫂子抛红狂狂 乘战军 啊 罢 罢 金少少杀 大 罢 罢 罢 人是谁啊 您各位都听过像 这段罢人 三乡主张飞张德 张飞枕南部 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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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飞就无头了 一下子就无头了 张飞是马 这一部三个演义 张飞是马街总头领将军祖宗他爸的 马人不足不足不得当字 你看马村街走那么一七折八折 人不用 人也是这样 这一身剑还不乃三分 马街的总头 张飞过来一看也没明白啊 他怎么不过呢 他琢磨我骂了他 消消消消 我还有钱 想和这张飞告讲一下 大爷 屁股 火箱飞 给你冲我出去吧 怎么点 这 你今天 算四姓家农怎么样 我怎么算四姓呢 你下马啊 下马跪到我的面前 你再给我磕三个项头 叫我一声 钢头子 你也姓 和大江一枪一架 咔 张飞用好家伙 跨下这股大飞马子 独独的赤子马来回头啊 这刚才啊 还能看清楚 这一人一马一人一马 是两个 后来又看不清了 这不追马喊了四姓 他一人就吃了马喊了四姓 一口红霞 这会是红霞 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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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霞 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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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痛 一千下 敲在这有三四痛 就这么多痛 两人还打 眼看就交瞒六十多个回合 啊 哎呀 旁边木某一元降便宜 二爷温不温云堂 帝君有失 一催跨甲 晃掌入中这口青龙兜 娃鱼入行程跟前看斗 算 你要过来打了 靠下 这会儿两人站一步 这三匹马丁字形 又打了不下三十个回合 旁边有一人看着心里喊说 我去不去 谁呀 刘备刘玄德 咱们说刘备这个人呢 叫鸡贼 他们当时被把兄弟说的 说什么呀 说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今儿这把兄弟都打了 打几十多个回合了 我去不去啊 去吧 硬着同笔上 刘备打就不行了 春花匹马把这双骨剑拔出来 摇着这双骨剑 我杀了你 哈哈哈 你还害怕啊 这双骨剑也过来好家族 四匹马跑在一块跟走马灯似的 两边这不打 不打 不打 不打破 大锅都不打了 就看这四个人打呀 关云朝 春青刀打开大河 攻上扫 刘弦哲 树剑 攻下扫 跑回这几趟了 张冰又跑出来 外人开了 猛英雄熊 也有人了 咦 你看跑出来 你呢 怎么回事 别看疼 啊 大哥 二哥打开我 大哥 您这架 你得刺 你再使劲刺啊 二哥你这刀 往前砍呢 把他从旁边关上 刘备这人积累的 腰胸带 你敢紧的呀 把张冰又跑 我也敢来一把 这两个人呀 缠绝了吕布 张飞张乙德一催 跨牙庭掌中 张八毛 卡 这一下 冲了吕布 那个窩了 吕布 左部开了 他能一滴走 砰 张乙德这条 张八毛是 现场奔走死心关 还引则出后门书是 董卓 烧鹿和羊